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 佛法无边,不度无缘之人 佛教对于世人的关系 都以缘分二字,阐述是一 子女和父母之间 不仅是一种缘分 也是业缘关系 龙应台写过一句话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段 看着她逐渐消失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养育孩子 不单单是给她吃饱穿暖 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精神方面的陪伴和教育 一样也不能少 而每个孩子的性格 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年少时可能不觉得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印记 就会越发明显 随着孩子慢慢地长大成人 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他们会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事方式 而父母就不能够再随意干涉他们太多 学会放手 让他们独自完成 父母与子女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但是即便如此 彼此之间最终也会渐行渐远 所以彼此在一起相处并非百无禁忌 而是不能依仗亲近的关系为所欲为 而要明白相处的底线与尺度 才能让彼此的亲戚一直延续下去 想要孩子过得更好的人生 就要给他们展翅高飞的机会 这其中 作为父母而言 好好说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倘若从来不注意言语的表达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会成为伤害儿女最大的利器 尤其是父母慢慢变老了 一定要明白孩子虽然是你生的 但是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直白 尤其是这几种话 宁愿烂在肚子里 也别轻易对儿女说 以下几种话千万不能说 说了不利于伤害跟儿女之间的亲情缘 一 自己对钱财的安排 不管什么时候 钱对于亲人之间是一个 既没有禁忌又不能乱说的话题 看似矛盾 实则有大智慧 没有禁忌 是因为在父母的心中 孩子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不会隐藏有关钱的秘密 从自我内心 也会认为 关于钱的事情 没有任何说法 不能乱说 是因为当一个家庭中 拥有很多孩子的时候 每个人的立场与角度不同 一切有关钱的事情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轻易透露自己对钱财的安排 而是要三思而后行 一定要小心谨慎 毕竟父母与孩子的考虑角度或者立场完全不一样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 希望对于每个孩子的照顾 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 当有的儿女经济上出现困难的时候 自己往往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相反 对于其他生活较好的儿女来说 给予的帮助就不会太多 可是对于子女来说 并不会与父母想得如出一辙 反而另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会认为父母有失公平 对于每个孩子来说 并没有做到公平 反而认为父母做事偏心 继而彼此之间产生纷争 二 说太多干涉儿女生活的言语 父母对于儿女的关爱是无私与纯粹的 总是觉得不管孩子的什么事情 自己都会去干预 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一种爱 也是一种付出 但是凡事皆有度 如果没有节制 或者选择地去干预儿女的生活 那么心中的控制欲就会没有底线 自己心中就没有办法分出 哪些事情对与错 长此以往下去 反而会适得其法 让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 当儿女幼小时 父母对于孩子的付出 可以说是事无巨细 不管什么事情 都会亲自过问与控制 有些人从小就习惯了父母的管教 自己从来也没有自己的主见与看法 那么即使成年之后 自己也会失去自立能力 反倒是害了自己 如果儿女都各自成家之后 作为父母依然觉得孩子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他们与配偶之间 有点事情就开始不间断插手 肆无忌惮地说太多干涉儿女的言语 往往不利于儿女之间问题的解决 反而是问题越来越复杂 最终害了儿女 儿女的事情还是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 不要过多干预与说来说去 会让自己和儿女的关系戛然而日 严重地还会反目成仇 所以做父母不要轻易吐露自己钱财的安排 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小心谨慎一些 毕竟每个人的立场与角度不同 轻则引起此起彼伏的争吵 重则让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三公开袒露自己对某个儿女的喜爱 心理学上说 对于孩子来说 内心最想得到的就是父母的喜爱 准确说 这种情感诉求 是每一个儿女内心最看重的地方 可是 一旦做父母从来察觉不到这一点 反而在自己慢慢老去之后 依然心有偏颇 公开袒露自己对某个儿女的喜爱 内心觉得都是亲人 关系近 肯定没有人计较 但是 这种大错特错的想法 只会让其他儿女认为父母不重视自己 继而产生渐渐远离的想法 如果当儿女们还小的时候 或许感觉到不被重视的时候 会直接了当选择哭闹的方式去抗议 让父母知道自己心中的不舒服 但是一旦当自己长大成人之后 如果依然看到父母还是公开袒露喜爱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么自己的选择方式就是沉默不语后开始远离父母 而且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不管父母在做什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初衷 如果这个时候 年迈的父母有点事情 或者说到孝顺的话题 那么他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反倒认为自己是最委屈的 而且内心还会将这种委屈 变成合理的心理习惯 长此以往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则会越来越坏 甚至还会老死不相往来 四 对待儿女失望的话 妄子成龙妄女成凤 是大多数父母最大的心愿 这种心情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 每个人的脾性不同 所得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余生请多指教中的林老师 就是一个对待儿女极其严苛的父亲 她心中十分爱孩子 但是 口中说出来的话 却总是在刺痛孩子 她给女儿林之孝 构建了一条看上去很完美的人生道路 可是 林之孝却偏偏不领情 走上了 与她心中截然相反的人生 两个人一旦遇上 就会发生战争 虽说电视剧中放大主角光环 父亲所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孩子好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只会把儿女 越来越推离自己的方向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并不是父母的私有物品 他们长大成人后 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否则 一个十足的宝妈孩子 就真的好吗 父母希望子女成才 但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能力也迥异 所以当你老了 儿女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多操心吧 不要动不动 把对儿女的失望 变成言语吐露出来 要知道 即便你是父母 但儿女的人生 终究还是由他们自己度过的 你干涉太多 流露出来 失望的话越多 越让孩子想逃离你 所以 当父母的 在人生中 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 早已该保持一颗平常心 用心思处理 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有些话 可以坦诚地告诉儿女 有些话 却只能烂在肚子里 这才是当父母的智慧 谨言慎行 行稳至远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是每个做父母的心愿 所以 做父母的 要在给准备充分条件的同时 还要鼓励孩子 靠自己努力 成长成才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聆听